您好,欢迎步入MAS学院的包图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 使用Cookie与签名的Cookie跟踪客户 其主要内容包括 在服务器端为HTB请求添加Cookie 在服务器端获取客户端的Cookie 添加签名的Cookie 在服务器端获取签名的Cookie 以及在Bottle这个B框架中 对中文Cookie问题的处理 首先我们来看 如何在服务器端为客户端的HTB请求添加Cookie 添加的方法就是调用 Response这个对象的SetCookie这个函数 来进行Cookie的设置 其前一个参数为Nav 也就是Cookie的名称 后一个参数为Value 也就是Cookie的值 在这个方法中 它有几个可选的参数 这几个可选参数分别是 参数一 这个Cookie它的最大时间期限 这个Cookie它的过期时间 这个Cookie它指定当前的域 以及它的路径 第五个参数就是 限制这个Cookie是否是必须HTB 就是安全的HTB连接 第六个就是限定 这个Cookie只能在HTB请求当中使用 而不能用JavaScript的IJIX来使用它 那么这是Cookie的添加方法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Cookie的参数 主要是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 而其他的参数用的都比较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设置Cookie 我们仍然是将Photel这个框架 所写的基本程序并存一份 如果要设置Cookie 首先要引入Response这个对象 比如我们在网站的默认主页的情况下 这次Cookie 就是调用Response对象的Cookie方法 比如我们设置一个Cookie的名称为Name 我们设置它的值为 在网页当中我们显示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 启动命令提示服务 进入这个程序所在的目录 进入这个程序所在的目录 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好 然后这里面的冒号应该是逗号 重新保存一下 在浏览器中测试这个服务器程序 因为这是网站的默认根目录 所以我们直接输入 所以我们直接输入 Tocal host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Cookie在客户端其实已经存在了 我们通过这个浏览器的 Filebu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okie 我们看到Cookie的名称为Name 它的内容为DNGJX 正好呢 是我们在服务器端进行设置的这个名称 那么它的路径是跟 那么它的过期时间呢 是绘画 G呢 是Local host 那么这就是我们设置的Cookie 下面我们接着看 如何在服务器端 获取已经在客户端设置的Cookie 其获取的方法 就是调用request对象的getCookie这个方法 然后呢 在参数列表中给出 我们要取得Cookie的名字 下面我们来看实例 在这个程序中 我们添加获取Cookie的URL 定义业务函数 我们直接返回过去的Cookie 所以它要调用request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首先要导入这个request对象 调用request对象的getCookie方法 此时我们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重新打开一个标签页 输入指定的URL 就是getCookie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已经把Cookie为Name的这个名字 取出来了 也就是说是DNGJX 那么这就是我们取得Cookie的方法 从客户端取得Cookie 那么Cookie它的用处 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 就是通过客户端保存Cookie 然后在服务器端取出它 用于跟踪用户 一般情况下 比如用户的登录操作 登录完以后呢 我们在用户的浏览器中 设置一个Cookie 那么在访问其他页面的时候 如果指定的Cookie存在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确定这个用户已经登录过了 这就是登录用户 我们就可以给登录用户 显示相关的内容 否则的话 它就是非登录用户 那么这是Cookie的基本使用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在Bottle这个框架中 提供的签名Cookie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如何使用签名Cookie 签名的Cookie 实际上呢 就是对Cookie 在客户端保存的这个Value值 进行了一定的加密 所以呢 添加签名的Cookie也很简单 仍然是调用Response这个对象的 SetCookie方法 给你业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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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对象的SetCookie方法 比如这一次我们使用Cookie的名称为Sname 我们仍然设置到Cookie的值为DNGJX 并且为SetCookie这个方法 提供一个为Cookie进行签名的密约 要提供这个关键的参数 Secret 然后后面跟上这个密约的字符串 其实密约字符串呢 一般来说呢 是越复杂越好 这里面呢 我们随意指引B串字符串 然后仍然为客户端返回 一个简单的信息 我们对这个信息呢 稍微修改一下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浏览 那么此时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浏览器端 也就是客户端所显示的Cookie 那么Cookie的名称为Sname 此时我们看到 它是一串我们无法识别的字符串 就是经过Bottle框架 使用密约这个Secret 所指定的字符串 对Cookie的值进行加密后的结果 那么在客户端 就不能够直接看到其值了 这是在服务器端 使用加密的签名的Cookie 当然如果我们要获取这个签名的Cookie 在服务器端呢 也需要使用Request GetCookie这个方法 但是呢 仍然是在GetCookie这个方法中 加入一个Secret这个参数 那么此时呢 要指定Secret的参数 和设置Secret的这个参数 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获取 首先我们定义获取这个签名参数的 URL地址 定义业务方法 直接返回 获取的Cookie 那么获取的Cookie 名称为Sname 这时候我们要给GetCookie这个方法 指定一个Secret 也就是加密的签名称是什么 注意设置的加密签名称和获取时候加密签名称应该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将它直接复制过来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刚才呢 我们已经设置了Cookie 现在呢 我们获取这个Cookie 这个地方改成GetCookie 那我们看到 在客户端呢 仍然是返回到了这个DNGJX 因此这个加密的Cookie 我们也可以通过GetCookie这个方式来进行获得 这就是在误件端获取签名Cookie的方法 这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设置的Cookie和获取Cookie 这两个Secret 也就是加密的密约应该相同 否则的话呢 就不能够获取到对应的Cookie 下面我们看 在Boto这个框架中 对中文Cookie问题的处理 Boto这个为框架 对中文Cookie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那么就表现为 我们要设置的Cookie 这个字符串中 也是这个Value中 如果还有中文字符时 我们不能直接对它进行设置 而是应该调用Python标准库中的URLive PathCoot这个函数 对其进行URL编码 然后呢 在获取这种Cookie时候 我们再调用URLivePathCoot 对其进行URL解码 这样呢 我们才能对中文Cookie进行处理 但是呢 我们再设置签名的中文Cookie 就可以直接使用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个根 路径下 我们设置一个在中文字符串的Cookie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 在浏览器中 测试 保问根 我们看到在浏览器端呢 并没有收到服务器端显示的这个字符串 说明服务器端运行出现问题 我们找到这个命令提示符 可以看到在服务器端 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 发生了错误 也就是呢 我们这个中文字符串导致的 此时呢 我们可以通过 使用Python标准库当中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URLive Pars当中的Code函数 可以去进行URL编码 所以 我们首先导入 标准库当中的 这个Code函数 那么由于我们在获取这个Cokey的时候 需要呢 对它进行解码 所以呢 我们把 解码的Code这个函数也进行导入 这时我们再用Code函数对中文字符算进行编码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回到浏览器窗口 刷新 可以看到此时这个Cookie已经设置成功 就是MyName 已经变成我 好 现在呢 我们要想获取这个 刚刚设置的这个字符算 我们再仍然修改 这里的getCookie这个URL当中的业务函数 此时我们让它返回MyName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好 我们现在访问getCookie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此时这个字符是乱码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getCookie的结果进行解码 直接调用unquote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回到浏览器中 进行刷新 可以看到此时得到了正确的字符算 这就是在 保存这个框架中 我们如何设置普通的Cookie 带有中文字符算的Cookie 那么如果我们设置 带有签名的Cookie时候 中文字符算 保存可以很好的处理 下面我们看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设置签名的 在中文字符算的URL地址 定义业务函数 不要用Response对象的 setCookie方法 我们再设置一个Cookie的名称 这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中文字符 比如说还用我 我们定义一个secret 其他一个密约 比如我们再复制这个密约 然后返回一个值 给客户端 这个我们就返回这个信息 因为它是在中文的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Cookie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UR路径 用于获取在中文字符算的Cookie 定义结果函数 我们仍然直接返回 获取的Cookie 这个Cookie的Name是URName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首先我们设置Cookie 访问setCHCookie 这个URL 现在访问完成 我们看到浏览器收到了服务器端 返回的这个PhotosetSign的Cookie 我们看在浏览器上面 已经有了URName这个Cookie 并且它是已经被加密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获取 刚才设置的加密的Cookie 带有中文字符算的 我们可以直接访问getCHCookie 我们在这个里面进行修改 那么这地方呢 发生了乱码 其实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在getCookie当中 给它一个密约 此时我们将这个密约 放到这个方法当中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中心刷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它返回了正确的结果 因此我们在Botos这个框架当中 使用中文Cookie的时候 设置签名的中文Cookie 可以直接使用 而普通的中文Cookie 都需要使用Code这个函数 对它进行UR编码 在获取的时候 需要用Ncode这个函数 对它进行UR编码 刚才我们讲到Cookie 在网站当中的应用 主要是用于跟踪客户的 相关信息 比如用户已经登录 我们就会在客户端 设置一个Cookie 作为标记 这样呢 当用户访问网站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它是否已经登录 今天呢 我们就作为作业 留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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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